十一的爵士鋼琴家雷恩 葛斯林 与演員艾瑪史東卸購相戀 他们相知相惜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互相扶持 然而当他们逐渐迈向成功 爱情却面临考验 这是第七十三届威尼斯影展的开幕片 越来越爱你 以浪漫华丽的画面 美妙动听的音乐 讲述年轻人的追梦故事 成功重现好莱坞音乐剧的黄金年代 艺术性十足 日为影展主竞赛单元 引发热烈讨论 尤其是《La La Land》的《La La Land》 是一件事大家说的 是一种音乐剧 人们可能不想认识他们喜欢音乐剧 大家都喜欢音乐剧 里面有Ryan Gosling和Emma Stone 我们有两个演员 我们是真正的演员 我们是真正的演员 观众的想法 观众的观众 我认为他们享受自己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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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威尼斯影展 参展电影相当贴近观众 另一部入围主竞赛的好莱坞电影 每天我们一起的演员 一天 有突然的哭 Isabel 故事叙述 一对夫妻捡到一名在海上漂流的小女婴 三人过着幸福生活 多年后 夫妻两得知女因生母消息后 在说与不说真相之间苦苦挣扎 她不在义我们 我们也不能保持她 是她的妈咯 我们现在求是她的妈咯 我妈咯 有什么弄撕了她 我看过她 之前看过去的专门 我看到有很多美国美国演员 那时候未经过来的迷惑 这些年代表变得只有美国党 美国外的电影 但是也 vu着美国外的电影 所以我认为这年代表变成 связ 局还有专门 可能来的工作 专门的主邏 专门的投赛 而特別放映的閉幕片《絕地七騎士》 重拍黑澤民的經典七五世電影 描述一名失去丈夫的小鎮女人 僱用賞金獵人為其伸張正義 卡斯波瓜 克里斯 普瑞特 單左 華盛頓及伊恩霍克等 陣容十分堅強